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我是榮輝 今天我們來做什麼呢,榮輝 今天我們整班QL 一起來到屯門新都商場 英王戲院 派發我們中央的援港物資 這次我們是有團體名義的 我們是網紅工會組織 以及陽光青年總會的香港青年會員 一起去組織這個活動 所以有很多青年 青年義工一起參加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活動 主要是在戲院派發 在英王戲院 也感謝英王集團借出地方 用來做一些物資的派發 因為疫情的情況 戲院是一個關閉的場所 所以對於他們生意來說 已經是有一個很大的創傷 但是他都肯用他的地方 支持我們香港的抗疫工作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這些商界 這次這個活動 我知道我們會在屯門區 有屯門區的人口不少 有五、六十萬 是的 大家都知道屯門是一個很成熟的地區 其實無論是男女老少爺 長幼什麼都有 現在這次我們這個活動 針對著在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 青年的人士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很多 無論是長者或者各個不同的階級 現在針對著青年人 都希望青年幫青年 助人自在都很開心 是嗎? 是沒錯 而且我們這次這個 點要服務的人群數量 其實不少 是的 剛才我們說了 屯門區有五、六十萬的人口 而屯門區 我們今天這個星期日 全區是四個地方 是作為一個公眾派發的物資的地方 所以是四分之一的 屯門的青少年人口 都可以在我們這裏 拿得到這些抗疫的物資 應該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說今次這一輪的登記 就在網上有五萬個申請名額 基本上是很快 就已經被大家在網上登記了 而在地區那方面 其實香港有很多成熟的 比較年長人士居住的社區 可能是觀塘、深水埗那些 那些年長人口多些 但是我們屯門這裏 其實是很有活力 很年輕的一個地區 所以這次針對著 在一個青年人的活動來說 這裏的確是 服務量是相對大的 那不如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要 屯門年輕人 來到領取物資 如果登記了 那來到 這個流程究竟是怎樣 我們不如一起開始 好 假設我現在和榮輝 當我們就是領取物資的人員 是的 不用看我的手機 因為我沒有信息 是的 那我們要怎樣開始呢 首先來到這裏旁邊 就會有一條龍 在這條龍排隊之前 就會有一位高大英俊的守護神 這個就是Mango 我們就要他出示身份證 出示SMS 以及他的紀錄 我們要看到他是35歲以下 才可以給到他 他一定要登記了 我們才可以給到他的 這些抗疫物資 那如果八作就過不了Mango 這關了 過不了我們這一關 真的不止一滴八 是的 我看到現在暫時 沒有人敢過來 因為有我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是一些搞事的分子 看到Mango一定會害怕 是的 他們會這樣走走去 本來想過來搞搞事 但看到我們三座衣服 就不敢過來 是的 是我們一個過濾器 沒有錯 現在我們 我和阿榮輝是好人 我們過了Mango這一關 是的 然後就順利排隊 自然教授 哈哈 其實他會先收到一個短訊 就說來這個點那裡拿東西 是的 我們只要準備身份證 就去到Counter那裡 就對回資料 我們一過來了 好 來到這裡排隊了 那排隊我們見到什麼人 見到兩位美女 有兩位美女 就是有Bonnie 是 還有你有一位朋友 林太 Karina 是 Karina林太 Hello林太 你好 那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示一個 SMS和這個身份證 去到給了Bonnie 去幫我們處理 拿取物資的程序 阿榮輝是不是要出示呢 假裝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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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示了 接著有一個 收到一個SMS 然後再給一個身份證 今天我們就派給1988年以下的小朋友 所以首先要證明他是1988年以下的年紀 不可以太大年紀 即是我們這些部分 第二 第二 就是 就要對他的電話號碼 接著我們對到他之後 核實了 接著就會給他一個物資包 我們見到K姐都在這裡 K姐Hello 你好 在這裡幫忙 因為我們老花 就不能去前線 搬一下物資 還可以 希望都能夠出力 好 加油 K姐加油 Bonnie 假設我們已經領取了物資 就是這樣 就是一袋福袋 那這個福袋 這個物資袋 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去後台拆解一下 好嗎 我們轉眼間 就去後台了 可以 有一點點 不太靈活 我們數到進來 這個位 就是後台位 後台就是我們這個存放物資 最重要的地方 進來 大家是看到 有兩位的晚南壯丁 在這裡 把物資拆出來 就排長龍 在這裡 就預備 就拿出去 放在桌面 就分發給人 我們可以 打開看看有些什麼 打開看看 我們先找個 一張椅子 找一張椅子 拿著 這裡夠光 我們看看 有些什麼呢 有這個兒童口罩 好美 這個 石墨希的兒童口罩 有兩盒 兩盒 20個 接著 嘩 這個就是 成人的口罩 這個 有一個 N95 這個 都是小朋友 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廣版的蓮花清溫膠囊 有一個快測 快速測試 然後還有一些 大灣區青年資訊通 2022是最一天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 大家度過了疫情之後 在家想去大灣區哪裏 原來測試真的有兩盒 一套 非常漂亮的袋子 有一個環保袋 對 沒錯 非常圓滿 真的很豐富 看到這些 禮物 是啊 因為精神食糧 也有最重要的 我覺得 我們就放回去 稍後 就會送出去 給有需要的人士 對 今次這裡 我們這個 環港物資 和以往我們平時 在地區派的不同 榮輝 主要是佛青少年 沒錯 因為始終 接下來 無論是社交措施放寬之後 慢慢 可能 就要上學 上興趣班 或者各樣東西 這些 對於小朋友的防護工具 需求會越來越大 今次 絕對是及時雨 因為接下來 四月預計 都會繼續放寬 現在都開始有一些 興趣班 或者其他的活動 開始進行了 所以 今次 只是第一輪 我相信 接下來 陸續有來的 我現在看到 眼前的景象 真的很壯觀 片紅 就好像我們 中國人 十四億人 上下齊心 打成一片 一片紅 大家一起 去同心抗疫 所以我們很感謝中央 感謝國家主席 援助我們香港的這些物資 沒錯 因為習主席 他一直提到的精神就是 無論用盡所有的資源也好 人力物力也好 總之要保障我們人民的身體健康 生命安全 無論在政策上 物資上 人力上 錢財上 這裡見到這麼大批中央 香港物資的時候 完全是感受到這個 說到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 我們很快就會度過到疫情 我們快點恢復正常的生活 快點通關 好耶 快點通關 好 我們兩個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好 下次見 拜拜